周家有话说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来到周家有话说这个栏目 我是主持人嘉远 这期的节目我们想聊一个应景儿的话题 那就是巴黎奥运 不过聊奥运会之前先给大家讲个笑话 话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 西方媒体普遍予于好评和肯定 认为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 今后恐怕很难被超越了 理由是比中国有钱的没中国人多 比中国人多的没中国人有钱 两样都有的没中国人听话 那么说到今年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 也是应了中国那句俗话 叫做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喜欢的人大家赞赏 认为开幕式别具一格 美轮美奂 充分体现了法国式浪漫 而不喜欢的人则把开幕式数落得一无是处 甚至还以宗教的角度 抨击奥运会开幕式的一些场景 亵渎了基督教 本来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再好的厨师也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口味 正所谓众口难调 我们这期的周嘉有话说栏目 不仅只是聊开幕式 更主要是想聊一聊与奥运相关的话题 比如体育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金牌有那么重要吗 奥运本身是否已经被政治化了 等等 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 还有周教授的女儿周航 周教授 巴黎奥运会已经开始了一个星期了 您自己是一个体育爱好者吗 您年轻的时候都喜欢什么样的体育运动呢 我年轻的时候我喜欢主要是篮球 你喜欢篮球 因为我是北京四中毕业的 北京四中是北京市中点 它在我们四中的篮球中 在那一阶段都是北京市的冠军 对 我记得我们上中学的时候 也特别喜欢打篮球 首先打其他的体育项目 不具备条件 不像美国这边 你看一个高中 它有一个像样的成规模的这种足球场 有的是天然草坪 有的是人工草坪 另外基本上每一个高中 它里头都有一个叫做室内体育馆 你可以打排球 还可以打篮球 那么你想想我们那个时候 就是70年代吧 哪有这种条件呢 一般小学中学 对吧 所以只能打打篮球 当时我们北京四中有一个国家级的裁判 叫韩范铺 韩老师 韩范铺呢 当时他是国家级的裁判 他呢就请这个国家女子篮球队 到我们北京四中 跟我们北京四中的男子队比赛 那印象我特深 为什么呢 因为你毕竟是一个中学队 人家是国家女子 篮球队专业的 当时我们的感觉就是 人家女子队 个儿也不矮 你想想 但是呢 我的印象就是特别准 人家那个女子队 一张手就紧 那就是那种 现在都有三分球了 过去没有这个三分球的这种规则的话 那就是两分 那就是出手 根本不带秒打 一出手就空心进篮 后来呢 我到了建设兵团 国家农场种地的时候也是 打篮球 后来又再往后走呢 我就打排球 我打排球 我有一个外号 叫一比六 什么叫一比六呢 就是对方六个人 我一个人 哦真的 我能赢他们 我能赢一个人 当然场地都一样 而且我就是一次 所以他放我球来 我就得一次就得过去 因为我没有二传手 我的一外号 就是这是我 比你以为自豪的事 因为我们的同学 我的学生 给我起的外号 就叫一比六 一比六 哇 那么厉害 好像还有一个外号 叫投篮机器 是吗 对我打篮球 有一个 投篮机器 叫投篮机器 那你是 就是差不多也是一样 就是中远距离 张手就有 真的 冰中率很高很高 是 好 那你打的那个位置 就是这五个人的篮球 因为我要在农场的时候 我就中锋 OK 中锋很关键 你又能够进攻 又能防守的 因为那时候我个也比较大 不到 我是一米七七 一米七八的样 他撞了 对啊 7778在那个年龄 就是五六十年代 就算高歌了 在我们班里头 我就是 大概是排阵 是吧 我们班是47个同学 用歌的来讲 我可能就排二 就是大个 所以大个 那时候里头是书子 那时候没有 一米八以上大个 很少 是 几乎看不到 但是我们北京四中的校队 当冠军那些年 我们的一个中锋 叫孙杰 一米九四 那是非常高 那当时就是阳坚里的落头 对啊 那个时候 一米九四 那男的都大不了那么高的格 所以我们那个四中那时候的校队 四中校队 好多年都是北京市冠军 所以我们才有可能 我们北京四中的校队 跟国家女子篮球队大 就是等于是 让他们来陪练一样的 或者你陪在他们脸 毕竟男女体质上 还是有一定差别的 尽管他们是专业的 这次奥运会 您开幕以后 您看了没有 就是开幕式 还有比赛 我觉得就是巴黎奥运会的一个特征 就是让你开眼 是吧 就是开眼 就是开眼的意思 就是说有些人是少见多怪 少见以太多怪 是 你到巴黎这次奥运会 特别是开幕式 你看吧 它是非常有创意 因为巴黎应该说真善美 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美 对 它的艺术成分 你不能够否认 就是它是艺术制度 另外它的这种 又是浪漫 又是浪漫制度 所以你看 它很多的这种创意 都体现了它的艺术性 和它的浪漫风格 是吧 对 而且当时我在多少年以前 我跟中国共产党中央宣布的部长 叫朱厚泽同志 朱老先生关系很好 而那朱老先生 人家是中宣布的部长 他的一个著名的一个论点 就是三宽 宽容 宽厚 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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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现在一看这个巴黎这个奥运会 特别是开幕式 是 就是一个三宽 就是一个大party 对 你讲就好 我就是觉得巴黎这个奥运开幕式 实在是太然耳目一新了 就是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 但我想它的这个独特之处 或者它的价值 也就在于它让人就是目不暇接 就是就是它的这个 把法国的文化历史 歌剧音乐舞蹈 全部都可以说是一场盛宴 就端给大家了 对 就是它把法国两三百年 所有的这个文化精华 它都呈现出来了 是 从它那个开幕式的这个编排来讲 就是一个接一个的 都是重头节目 都是经典节目 对 像它那个自由引导人民 然后还有它的 都是法国的文化精华 对 不管外界怎么评价 我觉得它是一个文化盛宴 就是它确实是让人领略了 法国的这个文化的魅力 而且开放包容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我最印象深刻的 就是它把这个叫LGBT的 这么一个元素也体现出来了 也就是说这个社会 现代社会文明社会 应该能够包容这些 比如说变性 同性 等等 这些就是跟大众不太一样的 这种所谓不同的性取向的人群 所以它这一点也非常的 这就是受到很多人的这种称许 当然也有一些宗教团体对此反对 那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宗教 尤其是那种原教职的那种 他们是反对这种通行链 还有这些变性的 那是当然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但是我就觉得这次比赛到现在的话 其实每天都有不同的 有趣的消息出来 挺有意思的 咱们可以聊一聊 首先就是说国外这个球队 我刚才那新闻讲 加拿大女族对阵新西兰 在这之前加拿大女族 别出心裁 突发奇想 派人用那个叫什么 无人机去跑人家 那个新西兰女族训练场 开去了 去弄那个无人机上去拍 看人怎么训练 看人用什么战术 结果被发现了以后 好 又罚 又罚又遭到这种谴责等等 结果赢了两场的分数赢不算 结果弄得加拿大女族灰头土脸 其实加拿大女族很强的 好像最后也是进了小组出现了 但是你就这样弄的话 你这样搞 就等于是违反了奥运规则了 你等于是在作弊等一样 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热点 就是中国人比较关心的 就是中国游泳队 男女运动员的要件之频繁 让他们有点接受不了 然后中国国内的那种社会舆论 也是截二连三的发出那种不满 所以这当然是有原因的了 因为在这之前 中国游泳队确实是被发现了 至少有23名运动员 要件呈阳性 然后就是 但是这个结论最后 国际反兴奋剂机构 还有中国的这些反禁要的机构 最后还是让他们参加比赛了 但就是因为这个 所以国际反兴奋剂机构 英文说也叫WADA WADA 最后还是非常怕社会舆论 给他们造成很多的压力 所以还是对中国的运动员 特别的照顾 几乎一天能够有五六次七八次 这样的这种要件频率 所以认为中国这次游泳队的 成绩不理想 跟频繁的要件有一定关系 所以我不知道 我想听听周教授 您觉得有那么巧吗 就原来在要件呈阳性的时候 拿了很多冠军 那么这次突然加强要件了 那肯定是他们不敢 不敢再用原来的 在食物上是非常小心的情况下 一下子连前三民都进不去了 很多人对此表示质疑 这件事就是从前些年 有一个震惊题的事 就是马家军 马家军就突然间女子长跑 在世界名列前茅 而且马家军里的 有一个女子长跑冠军 叫王军霞 她是我学生 因为后来她退以后 她就考到了中国人民大学 她就在我们大学里头 我给她上了好几次课 有人就介绍说 这就是一个大名警警的王军霞 所以我对马尊人的看法 也有一定 当然就是知道 他造假 马尊人他造假 他有什么憋经之类的 实际上 他就是给人家用现代话 就是新闻记 当你说怎么 为什么人国际奥委会查你 因为你有前科 因为中国什么都是政治 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学 叫政治经济学 中国的教育也是 中国的教育是要为 无产级政治服务 所以中国什么都是 往政治上靠 永远的突出政治 政治挂帅 别算什么都是政治 但政治上 我们共产党的政治 就是有组织诈骗集团 这个还不说谎话 是 这个跟政治靠 还不光是中国的传利 好像之前前苏联 还有一些前东欧国家 也都是这样 就社会主义国家 就是共产党的统治国家 都是这样 它是非常重视 所谓政治影响的 你看从开始游泳运动员 使用禁药 最早的时候 我印象是从东德 那时候就开始了 然后他们就把这些 用到了非常令人发指的地步 最后那些运动员 那个女的运动员 说话跟男的一样 是 好多运动员就死了 当然我记得前些年 有奥运会的女子飞人 百米冠军 后来就是过不了多久 死了 那就是兴奋劲吃多了 还有当时有一个 刚才你说那个篮球比赛 NBA原来是当时叫奥运会 叫业余 但是中国的业余呢 全是假的 中国哪有业余啊 你想一天 当时奥主委有这么一个观点 就是那个 你得业余比赛 你才能参加奥运会 但是中国的业余全是假的 后来奥多余就干脆 就把这个去销了 就是你不是NBA NBA是职业 他就以这为职业挣钱 是 所以后来就改了 改了就是职业 因为中国的业余 你要是跟着念 美国当时就有NBA 那就是职业 你打不惯 对 其实 这个比赛 就是比如说篮球 现在已经允许 这个职业运动员参加了 所以美国的这些 所谓孟之队的 都是这些NBA的这些 各球队选拔出来的优秀球员 但是其他的项目 比如说像射箭游泳等等 这都不是按照我们的标准 按照中国标准 是专业队的 因为你所谓中国标准专业队 那是你要在集体训练 在一起训练 在一起吃住都在一起的 然后有统一的教练 像美国这些游泳运动员 都是各地的 哪个州的都有 然后平时他们还上学 有的甚至还在高中 还没上大学 有的已经上了大学的 很多就是十六七岁 十七八岁都还在高中的 他就是平时除了上课的话 他就要去游泳馆去训练 然后找个好教练 然后那钱也都是自己家里出 或者是社会上有赞助他的 也可以的 就是从政府来讲 是不会有人给他出钱的 不像中国 你一旦进入了国家队 那你的吃喝拉撒睡 全都由国家来负担了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为了你 就是一个金牌的制造者了 就是说你一定 我训练你 就是要把你训练成一个 能拿金牌的人 能够所谓为国争光的人 就像跳水的全红蝉 他家里头就是农村的 就是从小就给挑去 天天练 每天都跳提百次 上千次什么的 那就是愣给抠出来这么一个苗子 就这么一个 就像机器似的那么练 但是美国的运动员 基本上都是出于爱好 我喜欢 孩子他非常非常喜欢 他所从事的这项 不管是跳水 还是游泳 还是排球等等 都是他们出于爱好 我觉得这个可能更接近 所谓奥林匹克精神 原来我在年轻的时候 小的时候 社长学的时候 有一句口号 叫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制 所以那时候我们叫健身体育 后来就变成了竞技体育 竞技体育就是所谓金牌战略 尤其2008年北京的老学会 金牌我们第一了 它是一种教育 不是教育 就是体育 对无产级的政治 而且无产级的政治 就是最邪恶的政治 他们就是不拿人当人 当然有些所谓的 比如中国的乒乓球 就是全世界绝对冠军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有七个冠军 一个都是中国的 所以后来就造成了 人家不看了 你乒乓球锦标赛 你们的冠军 甚至于冠军亚军 第三名全是那么中国的 人家还看吗 不看了 比如说中国 什么都是过度的政治化 过度的政治化 就是革命 革命就是杀人 它什么都是 我不说叫突出政治 中国什么政治 政治就是杀人的政治 所以中国一说革命 就了不得了 对 现在的也一样 你刚才说要 你老去做假 对 甚至还有一个 还有变性人 当时我记得 当时最开始变性人 是北韩 北韩当时有这个 长跑 还有一个冠军 那冠军你一看就是一男的 但是他实际上 他是按着女子去的 对 当时我们很小的时候 老师就给讲过 说人的性别是多样性的 人的性别至少是七种 这是我上初中的时候 老师就给讲过 说人的性别 男性女性 两性 中性 男变女 女变男 其他 这其他的性别 现在据说美国已经转化成 一百来种了 当然因为我呢 当时我们那个小学 我们叫首都 叫做北京师范大学 第一附属小学 后来改成北京第一实验小学 离着天桥比较近 天桥 北京人都知道 天桥有一个 中国最大的一个自然博物馆 当时我上小学的时候 我们的小学老师就带着我们的小学生走着去 就走到了自然博物馆 当然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看到自然博物馆 有一个两性人的标本 活的 他搁在一个玻璃器里头 两性 两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就是有中间 没有脑袋也没有腿 就是中间 中间那张 你一看 他有男性生殖器 女性生殖器 都在一个 一个人身体 所以我呢 当然印象特别深刻 所以老师又讲 性别是多样性 不管是男性女性 有两性 两性在我们中国人 就叫阴阳人 还有所谓的中性 但是在这个两性男子比赛和女子比赛里面 还是应该有 我个人认为 还是应该有差距的 比如说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如果你是变性的 比如说你原来是女的 你原来是男的 后来你通过变性变成女的 然后你参加女子项目的比赛 某种程度上 我认为是不公平的 对那个真正的女运动员来讲 就在前两天 奥运会女子66公斤级的比赛中 出现了一个很争议的场面 也就是意大利的女拳手 仅仅在比赛开始后46秒钟 就被对手 就是阿尔及利亚的一名拳击手 打得不得不宣布退赛 理由就是说不公平竞争 因为意大利的这名女选手认为 对手她不像是女的 因为她觉得对手出拳的力量 就像是个男的 不过国际奥委会已经表示 参加女子拳击赛的选手 都符合比赛规格和医疗规定 不过从画面上看 阿尔及利亚这名女拳击手 确实长得像假小子 这就是为什么 引起很大的争议和怀疑 所以说诚信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对了 因为人的一个基本价值观 就是仁义理智信 首先就是信 你说你是跨性别的人 可以 你说我这个运动会 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 是跨性别 就包括两性人中性人 包括南北女性别男 还有现在所说的 90多种 有时候100多种性别 你可以 你说我这个性别 叫跨性别运动会 那你就是人 男面女 你们也底下 对 让他们是单独一 你不能说你是男的 你说我是男的 我跟那个 我就假扮女的 跟人女的比 或者说我是一女的 我跟男的比 这就是违败 诚信 就是仁义理智信 你没有信 中国最大的问题 就是共产党最大的问题 就是有组织账骗 他就没有信 我记得跟他们讲过吗 我说共产党在中国成立多少年了 他们都说1921年7月1号 后来我们人民大学 是有党史系 那叫党史专业 人就说不是1921年 是20年 20年中国人是在上海 成立的 完了1921年7月1号 在上海开的一大 人说不对 不是7月1 是7月23 现在呢 慢慢地赶过来 所以中国的问题 就是仁义理智信 他没有信 没有信就诈骗 为什么 他政治家一参与 政治家都是 在我们中国人 有一种观点 就是政治家就是所谓政客 政客不说谎话 能当政客吗 用当时林彪的话 林彪是九大的毛泽东的接班人 林彪有一句话 林彪是二把手 林彪有一句话 叫不说假话 办不成大事 尤其这些头 他们都想办大事 用这个什么 用原来西方的观点 叫举国体制 你想中国这些政家 当然他想办大事 办大事 不做假 能办得大什么 就是不说假话 你办不成大事 所以还是一个诚信的问题 这次奥运会 我觉得最好就是多样性 对 加上老师 我想插一句 就是说又回到 这个大利奥运会的开幕式 就是他最后的那个节目吧 应该说是一个对众神宴 或者他叫最后的晚餐 希腊 还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就是说他是不是 解读了基督教 我想他最后奥运会的 组委会他甚至还道歉了 他就说我们无意 就是冒犯任何人 他就说因为法国 是人有各种各样的权利 所以我们要传达这种价值观 他就是他那十几个演员吧 应该都叫变装皇后 就是说他确实是 向人类的这个文明 又推进了一步 就是他非常的把这个 就是变性作为一种 可以登上台面的 就是他其中一个演员 他就说因为有一些人 叫恐同 就是恐惧同性恋 恐惧跨性恋 所以我们就是要奋起反抗 就是要保卫我们自己的权利 我们就是要和艺术联系在一起 我们要就是把自己的价值彰显出来 我觉得这也是对的 我是知识这样的 这也是一种社会包容的 你讲 对对我还想说一个例子 就是说其实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时候 就是之前有一个何志力事件 就是中国的乒乓球队 就是一个女单的世界冠军叫何志力 他后来改名叫小山之力 因为他又嫁给日本人 就后来又引起很多争议 就是当时就是有一个让球的风波 就是当时的中国队的教练 还有中国队的体育官员 他们就让何志力把这个球让给管建华 让管建华赢 然后让管建华对抗 这个来自北朝鲜的梁英子 然后后来何志力就没有听从这个领导的安排 他就击败了管建华 就击败了自己的队友 然后他接着又击败了梁英子 成为了世界冠军 后来就是这个事情呢 就引起了轩然大波 就是很多国人就是骂这个何志力 就觉得他没有国家观念 然后他是一个不爱国的人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体育 这个体育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体育应该回归到体育本身 就是体育的价值其实是一种 不仅是更高更快更强 它是一种不仅是彰显个性 它是一种公平竞赛 它是一种有规则的竞赛 它不能突破这个底线 所以就是说不管说让球还是做假 这都是突破了体育公平竞赛的这个底线 那么这个奥林匹克精神也不提倡这样的竞赛 对 所以现在这次这个巴黎奥运会跟08年北京奥运会 我觉得有个重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中国人呢 中国的一般的人 他的认识提高了 或者叫认知能力提高了 那次就是金牌战略 这金牌跟老婆星有什么关系 你就做假 你又是变性 要不然你就吃新闻剂 你要那片金牌干 那片金牌不是优点 是缺点 就怎么以中国是个做假的大国 所以这次呢 我觉得在巴黎奥运会有这个好处 所以国人对于奥运会的观众也没那么 像08年奥运会似的 但是 大家都认为这是国 中国我一再说嘛 共产党宣言是180多年以前 恩格斯马克斯写的 说的非常清楚 工人无祖国 不能搏得他们没有了东西 中国老板这爱国 你爱什么国呀 我们是爱人类 你像巴黎奥运会就是各种的多样性 你都看他都是人类多样性 包括我刚才讲的性别 但是中国很多观众 还是你说他可能比较08年的时候 对金牌不是那么看重了 但是还是有相当的人 还是看重金牌 比如说前两天 中国在男子团体体操比赛的时候 其中的一个年轻运动员 就是24岁的苏伟德 结果接连在单杠上失手 掉下来了 两次掉下来 人家说你掉一次 你都能够 可能还能拿到冠军 你掉了两次 那就是基本上 把冠军的金牌 拱手让给了日本队 所以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虽然苏伟德在事后的记者会上 也一自爱的抱歉 内疚 但是你看他的微博 还有国内的那些网报 铺天盖地 恨不得就要吃了他一样的 所以这点我就觉得没有必要 这个东西运动员 他比赛的时候 有的时候发挥好 有的时候发挥不好 这是可以说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 对不对 不就是一块金牌吗 当然有人说就是因为你 结果使得其他那几个 他的队友 本来都年龄比较大了 也许这次就是他们最后一次 参加奥运会的机会了 也痛失了拿金牌的机会 那又怎么样呢 对吧 对当时我们在小学中学学的就是 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 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获得自己的解放 他叫概念叫全人类 没有爱国的概念 我一再说嘛 公务人没有祖国 这是马克思恩克斯共产党宣言的一个 权威的一个论论 那时候我那小子就没有这么强调 后来就背成政治家 他为了想骗老百姓 他就说我们这国家怎么好 你好你把国家的公平正义搞好了 一般说全民的医保 全民的免费教育 像现在在我们中国这个土地上 就是华人这个土地上 搞得最好的 当然就是中华民国台湾 你去看个去 对不对 你中华大陆 你个共产党中国 或者叫中共国 你在这一方面你搞得根本就不及格 但是他怎么办 他做假呀 所以你看我们有金牌 金牌干什么用 所以现在中国的老百姓 据我身边的老百姓也一样 对这个奥运会的金牌 越来越看不上 金牌算什么东西 你们得金牌 你们个人有所谓的特权 所以对于老百姓有什么关系 老百姓要的还是这句话 发展体运动 增强人民体制 所以叫做健身体育 竞技体育 竞技体是当时我们上学的时候 叫批判锦标主义 你想拿金牌叫锦标主义 当时那时候我们的主流 是批判锦标主义的 就批判金牌 要金牌干嘛 发展运动 增强人民体制 金牌叫锦标主义 当时我们那个年轻的时候 是批判 批判也不见得就完全对 但是他在游游对的力 现在哪里是批判锦标主义 就全是锦标主义 08年元会不就提出来了吗 金牌战略 金牌都不算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 而且完全是体育 为游争街政策 什么政策 参府的政治 集权的政治 这么回事 基本上违背了体育比赛的 这一个初衷了 或者说体育运动的初衷了 体育运动 它其实最根据的就是说 能够增强全民的这种身体素质 那你要看看现在 那怎么增强呢 对不对 你比如说社区里头 东家一些体育锻炼设施 弄几个球场 打网球场 篮球场 甚至足球场 然后一些健身的器材等等 然后另外就学校里头 要加强体育课的这种 课程的这种 老师的师资力量的培训 比如说那个时候就是说 因为习近平喜欢足球 足球要从娃娃抓起 结果好家伙 每个学校他们都开一个足球 体育课都上足球课 然后让那些没有教过足球的老师 教过其他科目的老师去教足球去 结果我听到很多的这种业内人士的反应 说这就是胡来 因为你这个足球 它是一个很专业性很强的一个体育项目 如果你从小让一个非专业的人士 教那些孩子踢球的话 养成一个非常不好的脚法 或者是习惯的话 等他长大了或这个过程 他需要几倍的努力去改正这些错误 就是这些都是这种 所谓上面一个指令 底下就大波轰的去做的 这样的一种习惯